一中天中华史 作者 一中天 播讲 夏秋年 第五卷 从春秋到战国 第四章 李坏岳崩 子产正改 南方崛起的同时 北方在正改 正改第一人是子产 子产是郑国的政治家 名乔 因为是郑木工的孙子 所以叫公孙乔 子产很早就表现出 政治天赋 鲁湘公八年 他的父亲 郑国司马子国 伐蔡成功 举国欢天喜地 只有子产不以为然 子产说 一个小国 不休文德 而治武功 没有比这更能招来大祸的了 蔡是楚国的附庸 我们打了蔡国 楚国肯定要来打我们 到时候 我们能不顺从楚国吗 顺从了楚国 晋国就会来报复 我们又打得过晋国吗 晋国和楚国都来罚政 我们郑国能有安宁吗 说这话时 子产还很年轻 因此父亲痛骂他说 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产严重 楚国和晋国果然轮番来罚政 郑国也只好轮番与晋楚两国 结盟讲和 两年后 国难未已 家难又起 子产的父亲子国和郑国的执政 在内乱中被乱党杀死 子产闻讯 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项工作 然后带兵评判 郑国国人 从此对子产刮目相看 二十年后 子产在郑国执政 子产执政以后 就开始政改 做风序 做秋复 筑行顶 风就是田界 序就是水渠 做风序大约是重新规划和分配土地 做秋复则可能是改革兵役法 包括改革税制 因为税 出钱和付 出力 都与土地有关 这当然会触犯许多人的既得利益 因此改革之初 国内骂声一片 做风序时 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 算我的家产好收费 量我的耕地好收税 谁要能够杀子产 我就跟他去站队 做秋复时 又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 老爹变成冤鬼 自己去做歇尾 此人发号施令 邦国毁无可毁 然而 资产不为所动 资产的说法是 苟利涉计 死生已知 就是说 只要对邦国有利 个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 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已 其因祸福必屈之 当从此划出 因此 资产也不钳制言论 当时 郑国人喜欢在晚上到学校里去聚会 因为春秋时期的学校 同时也是俱乐部 国人聚在一起 说三道四 难免议论朝政 于是 有人便建议 资产把学校关了 资产说 为什么要关闭呢 让他们议论好了 他们拥护的 我就大力推行 他们反对的 我就适当修改 利用公权力 当然可以不准大家说话 但那样做 有好处吗 事实上 资产的改革 很快就收到了功效 老百姓也尝到了甜头 这个时候 又有人编了歌谣来夸他 我的子弟 资产教会 我的良产 资产加倍 资产死了 谁来接位 所谓民意 不过如此 但资产的政改还是触动了根本 尤其是住刑鼎 住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条款 住在顶上 公之于众 这对于东西两州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 其破坏都是颠覆性的 因此 晋国政治家书相便写信给资产提出批评 书相说 先王以礼治国 不肯制定刑律 是怕民众有不轨之心 这才主张效法圣人以德治国 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众而不生霍乱 相反 如果制定法律还公之于众 民众就只知道法律 不知道尊长 只知道律条 不知道礼仪 甚至咬文嚼字来规避惩罚 那样一来 不就乱了吗 在下听说 国之将亡 必行改革 说的就是这事吧 书相很敏感 他感到了危险 这危险就是理坏越崩 对此 子产的态度是不争论 他回信说 乔无能 不敢听命 也不敢不败谢 其实 子产未必一定喜欢法治 但也不认为德治和理治完美无缺 这是有实践可以证明的 鲁昭公元年 郑国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起因是郑国大夫徐无范的妹妹长得漂亮 有两位公孙都想娶她 公孙楚原本已经下了聘书 公孙黑却又强行去送彩礼 徐无范左右为难 请执政子产做主 子产说 这是国家没有治理好 不该让大夫您为难 他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吧 徐无范照办 两位公孙也先后如约来到徐无范家 公孙黑盛装打扮 后礼相送 公孙楚穿着军装进来 左右开弓射了几箭 然后一个箭步跳上战车就走 徐无范的妹妹便说 公孙黑确实漂亮极了 但公孙楚更像男子汉 于是他嫁给了公孙楚 然而 公孙黑却不肯罢休 居然闯进公孙楚家 准备杀了公孙楚再抢人 结果被公孙楚用割击伤 此案如在法治社会 一点都不难处理 公孙黑无理取闹 强入民宅 涉嫌杀人和强夺他人之妻 公孙楚则是正当防卫 然而按照理智原则 却只能判公孙楚败诉 因为公孙黑是上大夫 且年长为凶 公孙楚是下大夫 且年轻为弟 因此 子产将公孙楚驱逐出境 算是维护了理 想来这事儿一定让子产纠结 因此 第二年公孙黑涉嫌谋反 子产就毫不留情判他自尽 而且把与公孙楚争妻也算作他的罪状之一 公孙黑说 我创伤复发 早晚会死 请不要铸天为虐 子产说 人谁不死 恶人不得好死 这是天命 本执政不铸天 难道铸恶人不成 再不快死 刽子手就来了 公孙黑无奈 只好自己吊死 子产又让他曝尸接头 身上还放着陈述其罪状的木简 这事发生在柱形鼎的三年前 但子产的政改显然并不单纯因为此事的刺激 柱形鼎的影响也要深远得多 事实上 子产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 郑国也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发源地 德制与法治的分歧则将从孔子一直争论到韩非 我们将在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名详加论述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